台灣高齡化社會逐漸來臨 根據國發會最新推估統計報告顯示 今年65歲以上占總人口比率為13.2% 未來將逐年攀升 到了民國150年將達到38.9% 也就是大約每三人當中 就有一名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 老化指數達到406.9% 老年人口約為幼年人口的4.1倍 一般民眾認為因為薪水低 物價高 因此不敢生小孩 導致扶養比逐年升高 因為現在薪水低嘛 所以大家比較不敢生小孩 危機很大 而且現在什麼東西都貴 現在什麼稅金啊 一直漲 讓房子也貴 而在花蓮地區有族人認為 老年人口和小孩比例差不多 主要面臨問題是青壯年人口 多半去外地工作 外流嚴重 老人跟小孩都差不多一樣 就中間的就比較少 都跑去外地了吧 生小孩啊 花蓮 其實花蓮也還好 這個問題沒有很大 對 是往外地跑是真的啦 就是經濟的關係啦 大部分都年輕人都跑到外地去工作嘛 所以說留下來就是阿嬤公 他根本本就是小孩子 雖然原住民族社會跟台灣一般民眾面對問題不盡相同 但共通電都是經濟問題 因為經濟影響讓台灣偏向地區人口外流嚴重 也導致台灣撫養比逐年增高 從統計數字來看台灣總撫養人口民國105年 撫養比是36.2% 到了民國150年上升到94.2% 撫養比為75.6% 也就是一個人養一個人 而且是老人養老人 問題就出在那個工作人口的這個人數太少嘛 那怎麼樣增加這個工作人口的這個人數呢 看看就是說能不能引進這個高素質的這個移民啦 那所謂高素質的移民就是說 那個必須是達到一個所謂的這種人才的那個標準 學者建議因應人口老化危機 鼓勵生育是長期計畫 中短期可以學習國外廣受優秀人才 以及有效提升高齡人口勞動市場參與 而原鄉部落則是就業機會要再增加 降低人口外流 而這些都需要政府妥善規劃 記者綜合報導